Hello, 大家好, 我是 Mr. Manso 今天會是大家講的 S1的5th Classroom Exercise 9D 證明雙齒三角形的Part 3 好, 看看例題2 在下圖中寫出一對雙齒三角形的名稱 並說明理由 好了, 看看這些三角形有什麼關係 我們就要講第一件事 證實這一個雙齒三角形 我們有幾個方法 之前就調了AA 然後又調了三邊乘比例 我們就調了一夾 它只有一個角, 全部都沒有AA 因為要三對角才有AA 你看到, 全部三角形只有兩條邊 就沒有三邊乘比例 看看角這麼巧 全部角都是在數字裡面夾著的 全部都是甲角 所以我們這次就用兩邊乘比例 甲角相等去證 這裡只有兩條邊 我們就用最長和最短去考量 好了, 看看對長的邊 有沒有什麼容易看的 我發覺呢 如果按完計算機 發覺10除以5就是2 8除以4又是2 那就是關於這隊三角形的4 立刻重建圖看看 好, 第一幅圖沒有什麼技術可言 是值得, 照抄畫 第二幅圖呢 因為考慮到這裡乘兩倍 這邊比較大 所以我畫一個紅色的三角形 同方向大一點就算了 由於那些角一定相等 所以我寫定這隻角都沒有死錯人了 好了, 這個所謂大一點的三角角 就是G 那就寫分G 好了, 那又是了 我們認一下長短的問題 長一點的那條邊 就是5來的, 就放在底 所以長一點的那條邊 這個大一點的三角角 長一點的那條邊 10就要放在底 另外, 在對應邊 短的對應邊 就是一條是4, 一條是8 所以我就知道8 放在這個位置 好, 教大家讀一下邊先 這條我們叫8邊 這條叫10邊 那最後那條叫做 沒有度數邊 沒有長度邊 叫做無長度邊 好了, 來吧 那無長度邊和10邊 夾著H 無長度邊和10邊 夾著H 我們就寫回H 好了, 你決定了G 決定了H 最邊還是K 那就直接寫K 就算了 好了, 由於我們知道 這兩個證明 我們就說它是相似 我畫一個相似符號 那有沒有人看到多少倍 就看到兩倍 那麻煩你寫回兩倍出來 這兩倍怎麼來的 那兩倍呢 就是8除以4等於2 走出來的 OK 好, 那我們就可以進行證明了 好, 林鄭文證明之前呢 我寫漏了, 寫回大和小 因為8是大, 4是小 好, 那你第一件事呢 當然要告訴別人 我們就在三角形 D, E, F 還有三角形 G, H, K 由於有幅圖 我們很快就對回了 角的 那第一句寫什麼呢 我們就寫第一對的成比例邊 那我們就拿了最長的那條 那就是10 over 5 10 over 5等於2 那10那個呢 就是GH 那個就是DE 那記得寫回大小 因為呢 之後那些比呢 一定是大 over 小的了 那就會全部那些比像是一樣的 然後再來 那同樣道理呢 一定是 另外一對邊呢 就是 大那個在上高 那就是白在上高 小那個下低 就是4在下低 那就寫回了 大那個呢 其實呢 就會是G, K 來的 G, K就是對回D, F 那你摸一幅圖 你才會知道它們對應哪 好了, 最後呢 就說回兩組的一樣 看我怎樣寫 G, E, D, F 就等於G, H, G, K OK 那由於呢 我們有三個條件的了 就會是兩對邊成比例 和對甲角相等 所以我們就證實了 三角形DE, F 三角形DE, F 就是相處於三角形G, H, K 理由呢 就是兩邊成比例 且甲角相等的 好, 我說了幾乎四分半鐘 差不多了 到你計一計了 請大家pause round面 然後我們計這個即時練習2 好了 多謝大家參與 我的心心題 即時練習2 在下圖中 寫出一對相似三角形的名稱 並說明理由 相似三角形 看看先 好, 我們呢 就看到呢 全部都是有甲角的 然後呢 就有兩對邊的 那我們不如寫完 這些最長最短先 好, 那我們寫完 在長短之後呢 那就一目了然 首先這些甲角呢 就一定全部是130度 那 這個呢 為什麼我會知道是130度呢 我一會兒會用FETA 180度 扣走了20度 扣走了30度 即是180元 扣走了30元 就剩下150元 150元 再扣走了20元 就會出現130元 所以大家都是 三個甲角都是130度 最長最短 看看有沒有什麼比例 例如說 這一對 9和3是3倍的 但是呢 8和2是4倍的 那不行了 看看旁邊吧 9和4.5是2倍 咦? 對呀 因為8和4都是2倍 好 那我們就用這兩對三個人去證 好, 那我呢 直抄了一幅圖 就是藍色那幅 抄下來 就 同方方向 值得沒有問題 那我剛才呢 說得太快 那我都沒有寫給大家 那我計算一下 就用三角形內角 計算吧 好, 接著呢 我用紅色的線 就會畫一個相似的三角形 不過小一點 但是呢 方向一定要一樣 好 那就先放好角線 就是130度 那就放好Q 那我再多留意一件事 我再說一次 這個9是長的 那所以呢 底線 一定要放4點 放長邊下去 那就寫4.5 好了, 黏住30度 除了有4點 就有4 所以另一邊呢 我們就寫4 好了, 又是了 最長的條邊 由Q 走到最長條邊 走到尾 就走到P 所以Q走到P 然後寫P 如果跟著4走 就會走到R Q 跟著4走 就會走到R 好 OK 那我們當然要寫 這兩個三角形 它是相似的 而且是兩倍 那就要寫一些出來 也都要決定大寫 9就是大 那麼4.5就是小 OK 那我們現在就要證明這對三角形 就是全等 那我們就開始寫了 好, 再三角形 再三角形 L, M, M 三角形 L, M, M 就是R, Q, P 就是三角形 R, Q, P 好 那就寫了兩邊乘比例 好, 我們先寫了一對大邊 那是二的 哦, 二呢 其實就是9除以4.5 那先寫了 9除以4.5 那就等於二 9在哪一條邊 哦, 9就是N, M 那看回去了 如果是M, M 就是對P, Q 最長的那條邊就是搞定 那也是, 寫了第一對比 你不要忘記寫大和小 因為將來一定會混亂 那些東西的 好, 接著到最短那邊 最短那邊就是4和8 那就寫了8 over 4 等於2 那8那條線是什麼 我們一起看看 哦, 8那條線其實是L, M 那它的對應邊就是R, Q L, M over R, Q OK 那好了, 最後一對角都是130度 那就是L, M, M 就會是 角L, M, M 等於角R, Q, P 就會等於130度 那為什麼你知道呢 因為圖比 我們全部寫了 好了, 終於到總結那裡了 所以, 三角形L, M, M 就相似於三角形R, Q, P 這個理由呢 就是因為有兩邊乘比例 和一隻夾角雙等 這樣就寫回 好了, 寫完之後呢 那我們就完成了 好了, 總結一下這個影片先 這個影片就是教大家 正三角形第三個方法 就是兩邊乘比例且夾角雙等 那我們呢, 這次呢 就有三個圖裡面選兩幅的 那我們就不要理那麼多了 由於全部都是呢 就有一對邊 和一隻夾角的 那我們就很簡單啦 就是寫完那些長短 然後比較 在比較過程裡面呢 我們很容易發覺了 就是有些呢 就會直接是兩倍的 例如 10和5 4和8 就是兩倍的 而兩隻角 就是相線角都一樣 那我們就已經發達了 我們有一對三個人是相似的 那我們就立即畫圖 畫圖留意啦 你畫了藍色圖 是值得啦 值得完之後呢 就畫圖大一點的 OK 那就跟著一些角 以及最長邊 以及最短邊 好了 之後呢 你放好之後呢 你就會知道呢 哦, 原來它們是兩倍的關係 那你就麻煩寫回相似 和寫回兩倍吧 好 然後呢 都是正的 甚至乎呢 在我們做了一條裡面呢 我們發覺呢 咦, 這隻角沒有比 就趕快用三根 介意它出來 OK 好,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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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